喂 您好 这里是信贷中心 我们将为你提供一笔 20万的贷款 请问您想贷多少 20亿 这20亿您打算怎么花 买地瓜 买完地瓜买脑花 买完脑花买地瓜买完地瓜 你 你还问候我全家 你为什么骂人 妈 能提邮件包 我跟你说我真不想相亲 还中介 就你长的中介 你给我介绍的人 那不是像杨迪 就是像徐志盛 那谁能过了啊 是也有行的 昨天他还凑过 他好像身体不咋好 咱也不知道是缺钙还是咋的 我问他你干啥工作的 他说他大嘴抽筋跑了 我可不带香了 你行了我先不跟你说了 谢谢大哥 不客气不客气 住对门是吧 刚搬来 回头见啊大哥 回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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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你要干什么 我不干什么 不干了 这行耽误我找对象 我昨天跟一个女孩相亲 我跟她聊得特别好 结果她问我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我怎么说 我当时吓得大腿就抽筋了 然后你就跑了 我然后就 你怎么知道我跑了 你把照片给我看看 好看吧 好看吧 就是她 这是咱隔壁那女孩啊 她叫什么名呢 叫李晴 李晴 电话在哪啊 这个她电话你要干什么 骗她 骗她 骗子来电话了 骗子来电话了 喂 喂 李女士吧 我是婚姻介绍所的呀 是这样啊 昨天跟您相亲的那位杨先生啊 他对您那是一见钟情啊 那他跑什么呢 不 他是从来没见过像您这么漂亮的女孩 所以呢 他就害羞了 那合理 这样啊 您呢 给我汇五千块钱来 我们呢 专门给您二位 定制一个公主岭五日游 好吧 五千块钱 哎 公主岭五日游 哎 你跟他去吧 骗子 嘿 怎么一切 骗子来电话了 骗子来电话了 喂 哎 我不是骗子 那我是 不行 骗子来电话了 骗子来电话了 没完了呢 你还想咋的 李女士啊 我真的不是骗子 您信任我好不好啊 你没骗我 我也不想去 你是不想去啊 但是你妈妈想让你去 哎呀 你真的吧 你这五日游 你也别五日了 我游一日呗 一千块钱 我俩一人五百 可以可以可以 一天就够了 那好吧 南方已经同意了 那我把卡号给您发过去啊 行 这本来五千块钱的买卖 你看这变成五百了 五百就五百吧 就这五百块钱 他不一定为了我花 那倒也是 手机到账 他还真为我花了 他打过来了 他打过来了 他啥意思啊 喂 李女士啊 那我问一下 明天我俩几点去啊 明天几点 李女士是这样的哈 那个杨先生呢 他听说要跟您约会 他一时激动 他那腿他又抽筋了 那我五百块钱咋整啊 这样 李女士啊 我们公司的这个 男性的客户呢 非常的多 我们呢 一定给您选一个 更优质的啊 这个而且让他立刻 就出现在您的面前 您看好不好 不是 那我挨 挨 干嘛呀 我就不信我骗不了他 骗成功了 买酒去了 我想去公主里 哎呀 小伙儿 面相不错呀 是不是要到我们公司 来应聘的呀 那不是我来找人 李女士 那不认识 你好 李女士是吧 我是北京银行的 客户经理 您刚刚是不是有一笔五百元的转账 是 哎呀太好了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就是那个更优质的男客户 哎 您是客户 我来服务您的 你是专业干这个的呀 那我太专业了 我的重的就是不能让客户损失一分钱 那倒是 和你身上花一分钱都是损失 哎 你赶紧走吧 让那中介把钱还我 快走 啥中介呀 你都给我说糊涂了 我是北京银行的 哎呀北京银行 金融大鳄商业巨子呗 那还差我那五百块钱呢 啥呀你肯定是误会了 我是来提醒你的 公安局反诈预警系统啊 检查给你来电的号码 涉嫌诈骗 你又不信 打电话给北京银行客服 或者是登陆北京银行APP 远程识别人脸 那意思我让人诈骗了呗 对呀 我跟你说啊 就骗子这长相 我一眼就能认出来 我这长相怎么骗子呢 我跟你说呀 你赶紧走 你要是能认出来骗子 那你就不至于给他转五百块钱 北京银行反诈提示 刷单前问问自己 这好事凭啥就轮到你啊 收到逮捕令 问问自己 警察为啥不直接抓你 高熙理财 问问自己 这投资大师为啥就垂青你 网恋之前问问自己 高富帅为啥就倒贴你啊 你干婚托之前问问自己 哪个姑娘能看上你 我这不是婚托 你走不走不走 我喊了啊 有人吗 来人吗 来人 大哥 大哥 这有个婚托 大哥我不 这有个婚托啊 啊 啊 行 谢谢大哥啊 看见没我这有人 你赶紧走不走我报警 你报啥警 你这样 一会骗子指定还给你打电话 你给我一个机会 你给我一个机会 对我想跟李琴当便说清楚 行 行 你赶紧你赶紧走吧 哎 小羊 是这么的我想跟你说实话 我骗你了 看出来了大腿没抽筋 对我大腿不是 跟大腿没关系 我昨天跟你见面那就有好感 我想着你你是谁呀 啊 跟你一样中介介来相信的 说自己银行的 我第一次碰见如此强大的对手 我也是第一次和人面对妙交锋 竟然有了一种势均力敌的感觉 但居然有一点星星相惜 你们俩星星就变相惜了 有没有人考虑我的感受 我搞网上下个单 商家先给我发个残次品 我没满意 又给我补发个残次品 谁 那我问一下 我凑够几个残次品 能换一个正品呢 这什么残次品 你放心 有我保护你 你以后就不会再被骗了 爸 对不起 是我打扰了 祝你们幸福 哎 我们俩 怎么了 小雅 我失恋了 我要和她再见 不 你要对她骗了再骗 我不能再骗她了 这五百块都行了吗 还骗 骗子来电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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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林女士吧 啊 小杨刚从你们家出来伤心过渡 过马路时候没注意 让车给撞了 医药费五千块 你赶紧给我转过来 别转别转 哎 她说别转 不是 她是说呀 这个她告诉那个司机方向盘别转 这轮胎一转呢 她人就压底下了 我没被压着 她说她没被压着 不是 她是说她只有嘴没被压着 你别信她了 挂了挂了 让我挂了 不 她是说她人呀都快挂了 你赶紧给她转账吧 你 哎呀 田总 我让你说别骗她 挂了挂了 还得打过来 骗子是我邻居 就给我隔壁骗我 那也太侮辱人了吧 是啊 那你还想咋的 我也要侮辱她 你 你想干啥呀 你别管了啊 喂 林女士啊 那个你刚才说要多少钱 五千呢 那五千能够吗 那不能够啊 手术费五千 要是住院的话那得两万 你们银行信用卡额度有两万没 喂 有 看个人资讯情况 两万 五万 十万都有 那个 哎 喂 哎 是这样啊 我有一个信用卡额度是五万 但我上个月把欠一五千块钱 没还上把卡给我停了 哦 这么得掰 你先帮我把这五千块钱还上 完了我不就能拿这五万 支付她那住院费用了吗 你等等啊 哎 小妍 哎 这五千块钱 咱能给她转吗 我个人觉得就直接转过去就好了 五千换两万密码多少 不是 可是我这心里边怎么觉得那么 哎 林女士啊 哎哎哎哎 呃 您看啊 我呢第一次跟您联系 咱们俩之间又不太熟 您还是找一个您周围的人 去借这个钱吧 好吧 啊 那行 那我找我邻居借一下吧 他看着挺好 你等会儿 哎 我都怪了 大哥 大哥 哎哎哎 大哥哎 妹子怎么的 大哥是这样的 那个我我那相亲对象嘛 今天让车撞了 要做手术 差五千块钱 我现在手头没有 你能借我点吗 我肯定还你 那为啥找我借呢 啊 我那中介说让我找旁边人借 我看就你离我最近 你借我吧 大哥 人命关天呐 哪啊 五万两万 五万两万 好没的 我给你啊 哎哎哎哎 谢谢大哥 多带点事啊 谢谢大哥啊 不小心还你啊 行啊啊 不着急不着急啊 不着急啊 不着急嘛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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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算啥 你这个案例我得记下来哈 一会还得打电话 骗子来电话了 别挂了吧 挂了吧 哎哎哎林女士啊 哎您是不是已经借到钱了 你赶紧把那两万块钱手机费 赶紧给我打过来吧 哎呀我没借着啊 我邻居大哥不借我 不会吧 真的 他应该借给你了吧 不借说啥不借 你说咱也不知道 瞅着人挺好的 这都人咋这么刺呢 非啊 我刚才是不是给他打了五千块钱 绝对打了 打了吧 打了 那他怎么说没打呢 我也不知道 不行 我得问问你 是 哎哎哎 来了来了 哎呀 妹啊 大哥 那个把我那五千块钱还给我呗 那五千块钱不行啊 我刚给中介转过去 人都交手术费了 你这给转走啊 那你这么得大哥你要急用 我再给中介打个电话问问 我急用急用特别急用 那我现在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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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给中介打电话 啊 那你先等会儿啊 我回屋之后你再打 行行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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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那个中介啊哎 你能把那五千块钱还我吧 就我邻居大哥说有急用 不是 你什么时候给我转了五千块钱呢 你看你咋忘了呢 刚才那邻居大哥借我 我不就转给你了吗 你等会儿我问问啊 小杨啊 你知道吗 他刚才转给我五千块钱吗 他绝对没转 不能再 我们碰着同孩了 嗯 我这问问去 哎哎哎哎哎 又来了你看 哎大哥 妹啊 嗯 那中介他是个骗子吧 那不能啊 听这声可好了 跟你似的 指定是老善良了 不是 这个小杨啊 嗯 他 他就没做手术啊 那不能 刚才跟我说腿都聚下来了 腿都聚下来了 啊 姐 哎你过来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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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啊 啊 小杨 哎哎哎哎 你不让车压着了吗 是压着 他车开走了 我站起来了啊 啊 这中介骗我了 没错妹 他骗你了 这腿根本他就没事啊 那你说这中介多坏呀 啊 他不得天大雷劈啊 啊 是吧 啊 我现在又给打电话 你不要急啊 啊 喂 哎哎你怎么能骗我呢 那人想要没事 你给我要五千块钱 我跟你说 你早晚早报应 你从门上车撞啊 哎 你赶紧还会 哎 喂 喂 什么 不是 哎 哥 啊 他不还 不是你这电话打哪去了 中介呀 打给中介了啊 啊 哪哪个哪个中介啊 哪哪哪哪个中介啊 那就就这个中介 你把他放给我 我给你打回去 我抱你啊 你打吧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 正在通话中 展现呢 请稍后 那他肯定是 怕你骂他 是不是啊 嗯 没事大哥 你别着急啊 这钱我只能能要回来 我要回来 只要中介把钱给我 我马上就还你 只要中介 嗯 把钱给你 你就把倩 大哥这钱 嗯 给大哥 啊 好了你等着 哎 你别 中介打过来呗 手机到这 打过来了 哇 哎 没有 我都听见事了 这是我妈给我转的 公主领 捂着油的钱 那我的一万块钱俩去了 那我哪知道 大哥你说那中介 是不是太坏了 你赶紧找那个中介 你们回事 警察同志 你来的正好 我有一万块钱 让骗子给骗走了 先等会 你们谁是报警人啊 我是报警人 啊 李琴 这是我为你报的警 但是我 我感觉这个世界上 应该没有人能骗得了你了吧 我们俩还有没有可能再续钱 你快拉倒吧 我这都不同意啊 那现在别说了 你你 涉嫌诈骗 跟我走一趟 小杨 你这警报得太好了啊 警察同志 我这一万块钱 你得帮我找回来 不能让骗子得逞啊 哎呀 我这不就是出口气嘛 走吧咱也得赶紧去 你得把这个钱上交了 是我赶紧还 哎呀不好意思 刚才误会你了啊 没事 我就说找你这样 发不了昏吐儿嘛